嗯 好吃吗 嗯 我再帮你剥 来 嗯 好吃吗 嗯 嗯 够了 我不吃了 走了 他怎么了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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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喂 小姐 你干嘛呢 有没有想我 想你个大偷鬼 江绍凯你是不是又给我喝多了 没有 我惊醒得很 我就想去找你 你在哪个酒吧鬼混呢 你赶紧给我回家 我过两天 给你个惊喜 你等着啊 什么惊喜 喂 喂 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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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一个 快来 我先走一个 快来 去 你 我先去准备一下 嗯 我先去准备一下 嗯 像是 特别 不 怎么 你 继续 其实今天你不用送我回来的 要是被人看见就不好了 我送我自己的老婆 还怕被人看见吗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简安 不如你今晚再往那里住吧 不行 我待会还要开剧本会 简安 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好吗 我工作还没有做完 我们之前可是拉过勾的 好吧 薄言 谢谢你能来看我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们就按照导演的方案件相就好 康总 苏老师 这是陆薄言 我朋友 陆薄言 这是我们电影的出品人康瑞诚 陆总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 你们认识啊 陆氏旧谈老板 名声在外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也是啊 我和简安还有点事情要先离开了 怎么了 康总 就这么认输了 韩小姐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忘了告诉你 陆薄言和苏简安虽然结婚了 不过是合约结婚 算不得输的 合约结婚 没错 这是陆薄言 我朋友 我看得出康总喜欢苏简安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合作一把 我保证苏简安会是你的 陆薄言也将是我的 韩小姐 请你做好分内的事情 完了完了 你说不会被发现了吧 简安 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这部系的投资人是康瑞诚 你也没有问过我呀 在说了我怎么知道你们两个认识啊 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明天还得早起 我明天还得早起 又是再被人看见 那你就不好了 好啦 乖啦 你先回去啊 好不好 那我就先上去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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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为ani 滬北言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已经吃飞了 你已经回去了吗 简安 你跟我回去吧 哎呀 我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呢 我怎么能回去呢 简安 剧组不是只有你一个编剧啊 我来剧组就是为了工作和学习的 要是工作没有做完 我怎么能随便走呢 要我真的走了 就太对不起所有的人了 等我一下 喂 陆总 明天永安市的陈先生 要来公司视察 还挺重要的 怎么办 哎呀 你都来了好多天了 要耽误工作就不好了 赶紧回去吧 你看我在这儿不是也挺好的吗 你就放心好了啊 行 那你帮我订今晚会讨人的机票吧 好的 简安 你一定要答应我 工作没有必要那么拼的 身体重要 还有 有任何事情 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行吗 知道了 你就放心好了 走了 不用送了 不失望了 不失望祝你们 不失望的 有没有 不失望的